哎呀,你俩干啥呢? 先把他勾出来,他陷住了 哎呀,你上来了,上来了 这个方法一般不能用,你知道吧 这个方法它对大小臂,两个车的大小臂 伤害很严重 勾不出来呀,这怎么办 你出来,你先把餐主挪开来 你先挪开 把这个餐主先挪开 这样勾还了得啊 那不祸害我挖机嘛 后十万一台的 先把我,你先拿出来 把这个圈都对 好,你往外开,我看一下 什么情况来 他应该全都吸住了 你往外开,你把挖机开出去 来来来,勾的,勾的往外开 哎呀,还能,差不多能行 来,往外走 再走,再走 再走 时间走,时间 不行了 不行了 你这样来,你回过头去 回过头去支撑一下 试试,看看能不能上来 哎呀,这地方确实挺深的 你支撑的,对,支撑的 往后倒,倒,踩行走啊 倒不动吗 你这样,来来来 你那个,把架势往这一转 你下来了 我看出来,你看看 我教你个方法 来,你给我拿手机了 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第一步 咱们一般先把这个淤泥 给它清理出去 虽然呢,清理不了很干净 但是最起码咱能保证 挖掘机底盘底下 不让它存泥 所以说呢,咱一步一步的清理 接着往下看 清理出一块的时候 咱们把挖掘机再往里面走一下 有的人可能那边往里走的话 不会向他更深嘛 因为呢,咱要把车下面的这个泥呢 就是底盘底下的这个泥 给它往里拥 往里推一下 推一下之后 咱们再回过头来 再往上爬 爬过来之后呢 咱再转过去 转过去 还是再去清理运泥 也就是说,因为挖掘机的底盘呢 让这个淤泥给吸住了 所以说咱要把这个泥 给它清理的差不多 这样呢,才可能能出来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泥呢 经过咱们反复的清理 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 但是至于能不能上来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时候呢 咱就勾着往外走了 这个往外走呢 需要一定的技巧 尽量的把这个履带抬高 让它离开下面的这些淤泥 咱可以利用大小臂上下 来回幅度着 这样呢 淤泥就掉出来了 这边的履带呢 咱已经支撑上来了 下面咱转过去去支撑 现在泥里的这边履带 咱可以利用前后来回走的方式 然后下压着大臂 推着小臂来回往上支撑 因为你直接下压大臂的话 它由于被泥吸入了 所以说根本支撑不起来的 然后呢 差不多也露出来了 咱就开始往外走 这个时候咱勾着地面 加大油门 踩着行走 往外走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已经出来了 好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 谢谢大家